大家好,欢迎来到乌彩说 又是我,我又回来了 2020年我本人买的第一双鞋 你们猜是哪双? 这个看标题应该猜出来了 大家可以单膜说一下 如果用一双鞋子一个鞋款 最能代表耐克这个品牌的话 你觉得是哪双鞋? Dunk SB 对,可能有人会说Dunk SB 在我看来的话 就是今天给大家开箱这一双 也是我2020年买的第一双鞋 就是Air Force One 那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这双我手上的Air Force One 纯白也是它最经典的配色 相应呢,对于这双鞋子 大家的每个人都很熟悉 但同时可能也比较陌生 大多数人更多都是了解它的外形 和熟悉它的款式 但是并不了解它的历史 所以这一集呢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Air Force One这个历史 Air Force One最早诞生于1982年 AFE这个命名是来自于 美国总统的御用专机空军一号 说到Air Force One呢 就不得不提到它的球鞋设计师 Bruce Kugel Bruce Kugel曾经在 克莱斯勒也就是一个 汽车厂商工作过 其实很多设计师 他之前都有在汽车厂商 或者借用汽车这个模型 来设计球鞋作为灵感的 这么一个过程 在那个时候的NBA呢 还是以匡威作为主流的篮球鞋 像拉里波德 或者很多球员 你会看到他们那个时候 穿都是匡威的在打球 同时呢 他们也都是匡威的代言人 然后那个时代呢 帆布鞋有一个通病啊 就是比较单薄 而且没有什么缓震感 和舒适度可言 所以呢 球员们就需要穿 很多双袜子来 进行缓震 以及减少他们弹跳式反馈的作用力 所以呢 其实每个人都在 期待着一双好的篮球鞋 好的舒适的 有保护性的篮球鞋出现 所以呢 1982年 Air Force One就出现了 其实呢 最早设计Air Force One的 并不是Bruce Kugel 他的前设计师呢 据说是因为把那个 初稿设计的 非常像米其林人啊 非常的难看 所以就被耐克 一气之下炒掉了 所以呢 Bruce可以算是 零威上任来做了 Air Force One的设计师 Kugel设计这双鞋子 灵感来源呢 是Nike的一个 徒步的鞋子 然后他设计了一个 前高后低的鞋切口 这个在今天看来 已经是很普通的 感觉鞋子就应该这么设计 在这双球鞋之前呢 大多数球鞋的 鞋底纹路设计呢 都是人字型纹路 而Kugel呢 第一次运用了 这样的一个 圆形的环状纹路 来保证运动员 在变相的时候 有一个更好的 中轴移动的灵活性 Air Force One呢 可以说是在 球鞋历史上第一款 把整个鞋底 加入了空气缓中 这项科技的篮球鞋 耐克呢 设计每一双球鞋之前 其实都要做大量的 内部测试 那这双鞋子也不例外 那在这双球鞋的 磨损测试的测试员呢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Tinker Headfield Tinker Headfield 是1981年 进入的耐克公司 但他刚进来的时候 并不是球鞋设计师 而是担任公司的 建筑设计啊 然后呢 在做这双球鞋的 磨损测试的时候呢 OK 耐克把这双鞋子 给了他 他当时看到这双球鞋的时候 非常震惊 原来一双球鞋的外观和设计 可以做到这么的完美啊 所以他就想 我一个连建筑都能设计的人 是不是也可以设计球鞋呢 所以 基于inspired by Air Force One 后面Tinker就从建筑设计 逐渐的转向了球鞋设计 大家也知道 他成了耐克历史上 最传奇的球鞋设计师 在Kugo完成了 Air Force One设计之后呢 Nike 为了把这个鞋子 带到NBA 其实在宣传方面 也下了很大的心血 其实品牌营销呢 在产品性能和质量方面的营销 都是比较低层次的 更高层次的营销呢 往往都是消费心理和价值塑造 所以 Nike 绝对不是一家牛逼的制造厂商 但它肯定是一个牛逼的广告公司 近几年来 Nike 一边被大家吐槽 复刻 减沛 做供垃圾 但是呢 一边又使Nike 随便发什么鞋 大家都会冲冲冲 在当时呢 Nike 选了NBA 最知名的六名球星 来代言这款鞋子 它们分别是 摩西马龙 Michael Cooper 还有Bobby Jones Carvin Nett 米卡尔·汤普森 加马威尔·克斯 它们都是 80年代篮球界的六大人物 也就是说 放在今天 等于说 六个顶尖球员 代言同样一款球鞋 在之后的两年里呢 其实Air Force One的市场表现 有一点起伏 因为按照Nike的原计划 这双鞋1982年发布 1984年应该是停产的 其实Nike呢 当时宣布停产 Air Force One也很好理解 也是在Nike的预期之内 因为你不能指望一家公司 连续三年卖同一款球鞋吧 就比如说 去年Nike出了Nike React 这款跑鞋 然后连续三年 都出同一款跑鞋 这不是Nike的风格 但是呢 Nike当时 Air Force One这一双鞋 步子卖得很大 但是却没有扯到蛋 Air Force One 从它发售开始 就引起了市场的轰动 所以 刚停产就被市场所 强烈要求 再复刻 所以呢 Nike当然有钱不赚是傻子是吧 也接受了 所以呢 Nike后面 不光重新复刻了Air Force One 并且 累计到今天 一共出了多达 1700种配色 所以朋友们 你猜猜 今天 或者说今年的 Air Jordan One Nike会停止换配色吗 82年的Air Force One 最早期呢 是没有透气孔的 它的鞋头 从83年开始推出的 Air Force One 在鞋头上增加了透气孔 并且后面 出了很多版本 87年推出了Air Force Two 是一个也算比较成功的 平底运动休闲鞋 88年呢 Air Force Three 当时呢 很多球员也都穿着它 它的鞋设上 有一半是篮球的图标 那89年呢 Air Force Four 大卫罗宾逊呢 在它的新秀赛季 也经常穿Air Force Four 所以呢 Nike就这样 一年又一年的 搭建自己的护城河 到了2000到2001年的时候呢 这家牛逼的广告公司呢 在运动圈 安营扎寨成功之后呢 开始了那Air Force One的 联名之路 也就是俗话说的出圈 就是把资本主义的小手 伸向了运动区以外的人们 同时呢 Nike也有了ID的平台 也就是定制平台 拜中国强大的消费能力所赐呢 Air Force One 也是Nike ID 有史以来 第一双被定制到断货的球鞋 因为你知道定制到断货 其实是很难的 通常呢 Nike ID是不限量的 因为是消费者下单付款之后 Nike才生产 就是要多少生产多少 Nike也不压货 所以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但是架不住呢 需求量实在是太大 所以连生产线都跟不上了 所以Air Force One这个长青款 就被邪迷朋友 从他的官网上定制到下架了 2007年呢 也就是Air Force One的第25周年 Nike呢 当时开启了一个 类似82年的宣传方案 就是名为The Second Coming 我先不说这10个明星是谁啊 大家看海报 弹幕说一下 你能认出来几个人 2017年呢 也就是Air Force One的第35周年呢 Nike又开启了一个新的企划 就是邀请了两位说唱歌手 和三位潮牌主理人 5个人重新塑造了一批Air Force One 这叫什么 这就叫出圈 我跟你说 凡人凡事 人只要想红 包括Nike想红 都得出圈 所以Nike如果想出圈 就不能光靠运动员带货了 所以他就得请运动圈之外的人们 反过来呢 这些潮牌主理人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 你就会看到 Nike近期的那个 圈钱军团大合照里面 大部分都不是运动员 Air Force One呢 对hiphop 也就是说唱文化的影响 也是非常大的 其实 大把说唱歌手 把自己的穿搭指向 都指向了Nike的Air Force One 这个鞋款 甚至呢 还有歌手Nelly 为Air Force One作曲 取名就叫Air Force One 对 这首歌的MV里面 当时出现了大量的 稀有的AFE经典款式 包括国内的知名说唱团体 C Block 在他们的作品里 也有提到了Air Force One 所以 就是很多的人 在不经意见前赴后继的 为Air Force One带货 让这双球鞋 能够至今为止 长胜不衰 到今天为止呢 Air Force One 就已经从一个 当年货真驾驶的篮球鞋 变成了一个 时尚潮流 不能缺少的单品 这款经典的Air Force One 真实的为我们定义了 什么叫百搭 这他妈就叫百搭 Air Force One 其实也是有分很多等级的 可能很多人知道 很多人还不知道 Nike根据它的设计 材料 做工价格方面 把Air Force One 分成了四个等级 从高到低 分别是最高级 L级 也就是Luxury 是用最好的皮质 和纯手工打造的 这样一级是S级 Supreme 就是顶级版 也是有一些 至尊级别的待遇 比如说是 鞋带头可以换金属材质 内衬是真皮的材质 包括再降一级 P级 Premium 用的是上等的材料 和设计独特的内衬 那C级呢 Classic 也就是我们见到的 最普通的 也是我买到的这个款式 所以大家市面上 见到的一般 纯白配色的Air Force One 都是C级 可以预见 2020年 这双鞋子会很火 会出很多的联名球鞋 添加球鞋 但是我想 提示大家的就是 如果你的鞋柜里 还没有它原版 经典的这个纯白配色的话 或者你觉得囊中羞涩 买不起那些潮牌款的话 我真心建议你 其实你的鞋柜里 的小白鞋里 或者说你的鞋柜里的潮鞋里 一定要有一双 这个可能六七百块 就能买到的 经典Air Force One 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今天的球鞋介绍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记得下方点赞哦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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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